你结个婚至于高兴成这样吗 都说结婚能冲喜我看行吗 你瞎说什么呢 冲喜那是为了坏事 你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我的工作室又接了好几段大生意 能挣一大笔 挣多少啊 我不告诉你 哥儿姐哥 周末我约了何春光来酒吧喝酒 那是什么 七七泡子 年轻人 你这叫添乱啊 添什么乱啊 我跟她是清白的 那你有没有听说郭尔越描越黑啊 凡并不会以后 还会有什么事来找你吧 应该不会了吧 莉莉知道吗 我还没告诉她呢 我打算今天晚上告诉她 今天晚上 好 随着 架子 嘴 你 可 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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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萍 阿萍 哪个阿萍 前天晚上 你给我留了电话是 船尾搭拍的 船尾搭 是你说 啥事啊 你在哪点吗 我去找你耍 耍 耍啥子 老子在上班 你今天都下班了 我请你吃饭呀 六点半 我现在忙得很不说了 就能做 老屁 你咋在这儿呢 你说你六点半下班了吗 刚刚好咋 那 你咋晓得我在这儿上班了 拿你的电话号码 在网上一查就晓得了 想要跟总理送牌的 还不真的 嗯 走吧 坐这儿去 看电影 不不不 看啥子电影了 走啊 哎哎哎 哎呀 刚好 行吧 咱们整个烤鱼 我来看什么 你吃了 你吃了 要来由我去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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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吃了 你咱们吃了 順便安撫一下 你昨天晚上 受傷的小心靈 好啊 走 幫我把包拿著 好 你車呢 會不會讓胖子給開口了 這不車要是嗎 那不會丟了吧 你怎麼回事 怎麼了 超速了 知道嗎 這不才八十嗎 這條路限速六十 行車扔降車扔 行車扔了 我忘帶了 放家裡了 這車是你的嗎 能碰成這樣 是我的呀 快等會兒啊 下車 怎麼了 跟我鎖一趟嗎 去哪兒 派出所啊 不就超速嗎 去派出所幹嗎 這輛車剛剛被登記為 盜搶車輛 走吧 去派出所 不要太著急了 你們的車早到了 這麼快啊 你們的運氣好 交警察車剛好碰到了 涉案人員叫樊斌 連人帶車正往這兒送 應該快到了 樊斌 你們認識啊 認識 我們一個朋友 你們在這兒等一下 以後來了我們 再瞭解一下情況 好啊 怎麼會是樊斌啊 怎麼會是樊斌啊 我們家有把備用鑰匙 肯定是他拿走的 你們家的備用鑰匙 他怎麼會拿到 前幾天一直住在我家 他住你們家 他跟李蕊分手以後 沒工作沒錢 連住的地兒都沒有 我原打算是在這兒住幾天 找到房子以後再走 就是我前段時間 找房子那段吧 我把門鎖換了 樊斌他肯定沒有惡意 他就是一時犯魂 他 他不是故意的 但咱們現在報警了 這事麻煩了 你可千萬不能告他 千萬不能 要是一走法律程序 他這一輩子就完了 你 你可不能小心點啊 你怎麼緊張成那樣 我原本沒想對他怎樣 好 你站著找找看看 小白啊我送你回去 走吧 走吧 對不起啊 剛才誤會您了 看來我在你心裡 是個小心眼的人 你還以為我真能害他坐牢啊 不是他今天這事做得也太過分了 我估計割我 我也不能像你這麼大氣 算了 樊斌就是一時糊塗 不過你還挺關心他的啊 雯姐 起床了啊 嗯 吃飯了吃飯了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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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上吧 嚐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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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열 饃嚐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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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完饭 我陪你上厂前陪训课 我不上班了 我请假了 那个课我自己去就行 反正我这架头请 我这一趟去 怎么了这是一脸不高兴的 我又做噩梦了 又做噩梦了 你说我是不是 得产前抑郁症了 我就 我觉得我得产前抑郁症了 真的 我这两天 我见着这些东西 我老想吐了 真的 你说我要是难沉死的怎么办 你给我呸呸呸 呸呸 怎么了你大早上 你说这些不吉利的 真的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后事怎么安排 我还没想到那儿了 现在说这些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不早 我连遗嘱都想得好吧 好 你看我啊 生活没有规律 这个城市里的水 空气食物都不代表 我还老喝酒 我能活到五十岁 就算洗丧了 我最怕活脏了 我以前想 我找一少数民族 还能闹一吐灶 不行 不行 到处都在开路 你前脚 你吐灶 你埋进 你刚躺进去 后边让开发商 再给你挖出来 剩半戒 多惨啊 我本来挺绝望的 嗯 跟你聊完以后 我更绝望了 大早上呢 咱俩在这儿聊什么呢 韩文静 上课来不及了 赶紧吃饭 吃饭 上课去 那个 等你下课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不好 吃什么好吃 上次那火锅 你还想吃不 想吃 五分钟之内 你要是能出门 我就带你去 赶紧的 你把脸送给吧 爽了 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呢 是新生儿的护理 首先我来教一下 怎么给宝宝换脚布 来 请在座的各位准妈妈 拿起你身边的布娃娃 让我们来现场演示一下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 这都 这都 这就把箱子 这都 你轻点 那要不怎么占啊 大了 对 幸好不是真的 幸好不是真的 得亏 得亏 这不是真孩子 让我这摔坏了 死血了不血了 怎么办 连个尿布都换不害 我当成的马儿 又不生了 别着急 其实这特别像人 我给你演示一下 行 暂时 不是 这边一下 这边一下 就关事了 行 好 跟你还有点像啊 跟你才像呢 你还行你 怎么做到的 这特别简单 天赋 天赋 回头我教你啊 专心领课 专心领课 少数新生儿呢 在刚出生第三到第四天呢 可能会有一次 过渡性地发热 不用紧张 他可能体温会迅速升高 有的甚至达到 三十九摄氏度左右 我们只需要 及时给他补充水分 宝宝的体温很快 就会恢复正常 不需要给予治疗 但是有人会误认为 这是感染 会给予抗生素治疗 这是没有必要的 哎哟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预产期的 你怎么了 不够了 我要升了吧 快打快打120 快 你挺住啊 咱们马上去医院 舒服 你去医院 太可怕了 这就升了 怎么一点提前量都没有啊 不怕不怕啊 你什么都升了 等你到预产期的时候 我二十四小时陪着你 二十四小时有什么用啊 万一我要升了 我突然要升了 然后路上堵车 我堵在路上 我就只能升在车里了 到时候就只能叫寒露升了 你到时候让孩子 跟你想寒啊 我暂时是这么想的 不是 万一要真的这样 我怎么办啊 快快快 不怕 不怕 那个你要实在担心 咱们现在就上医院住去 好不好 心情群里也不收我呀 对对 你现在太小了 大夫不收你 你想想 对 他说得跟大夫 提前搞好关系 快升之前我就去住着 这样安心啊 对对对 乖快快快 你刚才这是怎么弄的呀 这个 这是怎么弄的 不是 换一个孩子 换一个孩子 换一个白的啊 那黑孩子 不是 黑孩子啊 来来来 这一块上课的感觉可真好啊 真觉得咱俩更两口子似的 一点都不好 怎么了 好累啊 合同还是请个月散吧 请你 你得自己来 你得亲自来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能非得亲自来呢 你傻呀 你现在跟他们学会了 江江 你在你工作室 你开个班啊 多赚钱呀 刘言 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 怎么了 回头半个班 教他们如何成为 超级无敌大喇嘛 韩文静 咱们发了 真的 是啊 刘言 你太厉害了 亲爱的 你将来会发现我 越来越多的优点啊 好 好 好 你从哪儿能这么吓人一包啊你 你管哪 就为了防止你这种超级无敌 不要脸的死胖级 你 来啦 啥子事你着急忙慌的把我喊起来 我喊起来肯定是有事的 有事不能在电话上说说 非要我跑一趟 那个事我昨天在电话头讲不好的 啥子事你快点说 我还跟人家送货 其实就是通过了 昨天我对你的接触了 我觉得你人还不错 所以我决定帮你做朋友 就这个事啊 对啊 老子又有好大的事 好好好 我们现在是朋友 九龙哥 拜拜 你记啥子嘛 我还没整完 你又无耍子嘛 你我儿子疯了 话说 你爸爸是你舅舅说 我的意思要和你谈恋爱 谈恋爱 刷朋友你懂不懂 老子现在不想刷朋友 啥子意思啊 你总我陪不上你手 你又没结婚我没家的 我啥子不会刷朋友嘛 老子以后要回老家的 老子以后陪你回老家就是了啥 反正这个城堂我也不想呆了 天天在那里吃喝肉 我还不如回家吃喝你一个 你还吃喝我一个 你没耍朋友你就把他都哭到 那耍了朋友你也不把他都吃了 其实我也不是总是这个样子的 平常我很温柔很温柔的 要不然你告好嘛 告好嘛 告好就告好 哪个怕哪个 那边说定了哈 男朋友 你 我先走了哈 拜拜 拜拜 你怎么能看六片呢 吓死我了 恐怖片 对啊 要不然我怎么能做噩梦 做噩梦了 嗯 那么可怜呀 没事啊 噩梦都是假的都是反的 不怕不怕好不好 我不敢自己个人睡了 那怎么办呀 陪我 这恐怕不太合适了 回来 你看你看你看你 哎呀 哎呀 哎你看你啊 哎呀 就在这睡 不许插过诊头啊 我怕我怕你 也别怕你 可以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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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事 我怕你 我怕你 就在这儿子 我怕你 不怕你 我怕你 你下次要再这样的话 你还是换针刀吧 你下次要再这样的话 你吹架 走啦 明天姐 走 头 你还在说走 来接你吃 送你回家 接我 在那家里哟 这个 不是男朋友该煮的吗 那倒是 那么 走嘛 咋子 还前刀说 不上来啊 你不是男朋友了吗 前刀就前刀 走 阿伯 你说 你喜欢我来 我也说不上来 反正就得你瞬眼 自爽 再加上我们有时留一下 老乡多了 你给他们多刷朋友吗 我跟你讲 不要叹爷 最后人都得很 好 你跟他们刷朋友去 不要光量刷 我不 我叫我还你刷朋友 啪 啪开 我不 我叫我还你刷朋友 啪开 我就是你女朋友 老叫我给他刷朋友了 啪开 王爷 今天早上我去买菜 你猜我见谁了 看见谁了 爸 妈 我们回来了 阿姨好 叔叔 莉莉啊 不用换鞋了 不用换鞋了 来了 莉莉啊 叔叔好 你来就来吧 还买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上次拿来的呀 还没吃完呢 我就说了嘛 不让他买 那非要买 应该呢 也好 这样呢 以后你们俩呀 就常回来 大家一起吃 对 回家吃饭 别站着说话 来 里边坐吧 进去坐 给我 给我 行了 行了 去吧 莉莉啊 你会下棋吗 会 那咱俩下一盘 好 你的棋椅怎么样 樊冰比我下得好 我们俩差不多 来 来 妈 你知道吗 莉莉知道我爸还笑象棋 昨天晚上特意买了一本棋谱 研究怎么下象棋呢 真的呀 这孩子话不多 看着挺稳重的 就是太客气了点 那人家第一次登门拜访 敢不客气吗 他对你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我最近写那个故事大纲 故事结构都是他帮我想的 我说的不是工作上 我是说生活上对你怎么样啊 也挺好的 挺细心的 你别嫌我唠叨 这两个人在一起啊 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磨合 要能够互相体谅 你别总耍你那小性子 你看你都离了 杨老师 你什么情况 是 我不就离了一次婚吗 被你说得更犯多大错误似的 那在一般人眼里 这女人离婚可不就跟犯错误一样了 那你说说我都犯什么错误了 就算是你没有错 那可总是你找错人了吧 那找错人的人多了 像我这样知错就改的能有几个啊 你跟他呀 有没有这个结婚的打算哪 怎么了 你怕我嫁不出去啊 当然了 这你要是嫁不出去 我不得养你一辈子啊 你是我亲妈妈 那个 樊斌啊 饿了吧 李李 不好意思 这么多年叫惯了 对不起啊 没事 阿姨 没事 你们先下棋吧 我们先做饭 一会儿饭好了叫你们啊 马上就得啊 没事吧 来 赶紧走了 李李啊 阿姨做饭 口味比较偏淡 你还吃得惯吧 吃得惯 阿姨手机特别好 我想问你一下啊 你今年多大了 我比小北大两岁 那是不是也该考虑成家了呀 你瞪我干什么呀 我就是问问嘛 老杨 吃饭呢 别搞那么紧张 就是啊 还是我爸觉悟高文 你怎么做的 叔叔阿姨 我有 几句话想跟你们说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跟小北认识很多年了 我看着小北恋爱 结婚 离婚 一步步走到今天 其实我特别想帮忙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她 我没想到 小北能跟我在一起 我叔叔若惊 特别地开心 我知道叔叔阿姨 想让小北找一个 疼她 关心她 跟她结婚生孩子 过稳定的生活 我不敢打包票 能让小北一辈子 时时刻刻地 开心幸福 但是我正在朝着 这个方向去努力 阿姨说说你们放心 只要我跟小北在一起一天 我一定让她 开心快乐 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疼她 爱护她 行了 你干吗 眼含剧啊 你瞧瞧瞧 爸我妈 都快说哭了吧 这是年轻人在一块吧 就得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在一块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呗 莉莉啊 阿姨看得出来 你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 小北呢 也跟我说了一些 你们的事 这以后 小北要有什么 不对的地方 你多担待一些 阿姨你放心 我一定会的 什么呀 妈 都是我让着她 行了 别说了 来 来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奖玉 谢谢你 不大事了 来 干了啊 好 我妈刚刚把你名字叫错了 没事吧 你觉得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我觉得你心眼挺小的呀 没事啊 没事啊 当然没事啊 小事啊 走 走 怎么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被丈母娘赶出来了 没有 就是小北他妈 把我叫成樊斌了 生气了 哪能啊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就是老太太一时改播口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叔叔阿姨 你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去适应我这个新人 对吧 来 喝点酒 大姐 跑步啊 是啊 到了咱这年龄 每天都得活动活动 不是 是是是 恭喜你们啊 你们要抱外孙了 哎呀 抱什么外孙呢 我们文静刚刚结婚 要如果能早抱外孙了 我们老两口得高兴坏了 这不就快了嘛 快什么快呀 现在年轻人的思想啊 真是琢磨不透 跟咱那时候可是不一样啊 你们家文静不是有了吗 有有啥呀 回来呀 我 你听 听谁说 前几天呢 我去医院啊 看见你们家留言 带着那文静去做产检了呢 哎呀 跪我堵嘴 那我差点忘了 就是按老一辈的习俗 这怀孕 前三个月什么都不能说 那就不说 不说啊 那就提前恭喜啊 你们练着啊 你们练着啊 来了 你怎么了 我感冒了 我感冒了 活该 王毅呢 出去了 这么晚了他出去了 不是又喝酒去了吧 不是 有个朋友给他打电话 说出去来会儿第二 一会儿就回来 把这个交给他 降温了 让他注意点身体 别感冒了 我已经感冒了 你怎么就不关心关心我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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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啊 我 来了 烧烧香啊 来 爹 你咋来来 吃两次 灰锅总 很贵啊 喝点什么呀 不用了 汉子呢 出去送外卖了 厨房空着吗 我能用一下 没问题啊 我帮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吃饭 姐 你在做啥做 真的油脂有味 胖子干毛了 我有老家的房子给他熬了油 还有事务神这就好了 一喊他产阅后啊 我就上班去了 最近干毛的人咋那么多 就是 霍春光也干毛了 今天都清假了 我春光光也干毛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哦 我姐给他煮了点药壶啊 你姐 这何春光姐也要是吧 哦 对啊 哦 再剩了一点 给你壶啊 我先走了 拜拜 我先走了 我先回去了 干嘛呀 我感冒我发烧老爸 传给客人 今天就不送饭了 我先走了 去哪儿啊 胖子 来了 这胖子怎么回事啊 我跟他说话摇头晃脑的 还不理我 是吗 受伤了 让人给打了 你这小脑瓜子里装的 什么东西啊 你最近是不是在写 五强小说呢 胖子心理上受伤了 又因为王源吧 那天在文静的婚礼上 见到何春光之后 就这样 时好时坏 何春光没戏 王源现在喜欢的是胖子 我也这么说呀 他不信我的 天天这样 他没打就准备投降了 结果不知道 不肯定啊 活该 我发现你没有时候 犯起轴角来 比我们女的还厉害 你这也不能全怪胖子 小北 我那天去你家 叔叔阿姨怎么说我 我刚从我妈那儿回来 情况不太好 怎么了 我妈说你这人特不靠谱 那么多年看我生活 在水深火热当中 看我受苦受难的 也不知道拉我一把 还有我爸 我爸说你下棋下特丑 不 这可我就冤枉我了 不对啊 那天阿姨还夸我来着 说我看着挺成熟稳的 那你想老人家 怎么好意思当着你面 骂你呢 不 还有下棋 我那天跟叔叔下棋 我让着他杀了个平局 我还在哪儿做的不好 我我妈说 你第一次上门 就知道拎点破水果 没看见我们家冰箱 电视洗衣机 全应该换新的了吗 你骗我呢 妈 我妈让你下桌回家吃饭 好 森林哥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啊 我来给你送快递来 快递 什么快递啊 爱心快递 这什么呀 我姐听说你感冒了 专门给你熬的药 是吗 那谢谢了 他人呢 不好意思来呗 他这个人内向 啥子都不好意思表现出来 还有 我姐这个人 她要是喜欢一个人的话 她嘴巴上永远不说 但是她会做出来 你姐确实挺内向的 我姐说了 这个药一定要趁热喝 凉了就苦了 好 我一定趁热喝 陈光哥 没二十四我就先走了 我还送快递 好 好 拜拜 那你慢点啊 对了 帮我谢谢你姐 行 陈光哥 你回去吧 我走了 好嘞 慢点啊 还跟猫有点冷战呢 还跟猫有点冷战呢 我在玩的心目中 一点地位都没有 你往十足路口走 这酒吧叫十月 我穿了件白色的衣服 你看得见我吗 这儿呢 这儿呢 我以为你感冒美好不来了呢 好了 本来喝了你的神药 就好了一半 现在看见你全好了 什么 什么神 不是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 有吗 有啊 有啊 我觉得你是要喝多了 来 进来 进来 来了 来 快进来 上次太匆忙了 没给你介绍 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 钟小北 韩文静 你好 她怎么来了 妈 不知道啊 坐坐坐 什么情况 莉莉 给我拿个杯子 感冒好点了吗 已经好了 谢谢 她有病啊 忙人 来了 咱喝点吧 来来来来 坐坐不能喝酒之后 我倒酒很上瘾的 需要陪酒说一声啊 我跟胖子闲着呢 没你俩事 我忙着呢 我跟你说一下 我们喝酒的风格 我完全明白 王妍都和我说了 这杯我干了 你们随意 我没说完呢 我们从来都不灌别人酒 也不喝别人灌我们的酒 喝的全是良心酒 喝多喝少呢 全凭自己高兴 真的 太好了 我也这么想的 认识你们真高兴 希望和你们能成为朋友 那我再干一个 来吧 我 存爷们 我要是能喝 我肯定给你连喝三杯 真第几杯了 第三杯了 来 那再碰一下吧 来 我跟你们一起喝 王妍在公司多亏你照顾了 哪儿有啊 她在公司 适应能力特别快 这么短的时间 就得到我们罗总的赞赏 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公司上下都在夸她 行了 你就别美化我了 我们家王妍 最好的公关 签几个单子算什么呀 而且是漂亮 你们俩还真算不打不相识啊 你们是说我挨打的事吧 对啊 我们当时还怕你打击报复呢 怎么可能 你们看我像那种人吗 行了行了行了 来来来 喝了这杯酒 这件事不许再提了 有好多不能提的事 你也有不能提的 谁没有啊 挺着喝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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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春光 你是不是喜欢王妍啊 你也太直接了 直接是我的美头 没事没事 我不怕直接 我是喜欢王妍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王妍还不承认 不承认什么 他不承认男女之间 没有纯粹的友情 你别给人让我晕了 那个 就算你们不找我 其实我也想抽个时间 约你们两个人 快出来聊一聊 搞外围啊 以前我还是很擅长 这个地 你想找我们俩聊什么呀 王妍她现在 还没有男朋友吧 请往你的左手边看 看远一点 有没有看到 一粒橘黄色的胖子 我见过 一次是在公司楼下 还有一次 对 在你婚礼上 她还把我灌醉了 她是她男朋友吗 很复杂 总之呢 是你一个强劲的对手 那也就是说 他们还没有正式确定关系吧 可以这么说 那我就放心了 不知道公平竞争 你们有没有意见 我没意见 我说我没意见 你可以保持你自己的意见 聊得挺热闹啊 背着我说什么呢 没有 没有 说我夸的吧 夸你 夸你 都在夸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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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拍啊 等会儿 何春光 你进来一点 你都没在画面里 笨死了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再进来一点 一 二 三 来来来来 我微信微信你们啊 微信微信你们啊 微信微信微信 你不是我的手机 我为什么呀 谁啊 小北啊 时间不早了 我跟胖子有点累了 还真是啊 那你们先撤吧 待会儿我锁门 不该要没评论 那你还要 我们再来 后 感谢观看